北京冬奥会赛场上每一位运动员拼搏的瞬间都让我们敬佩和骄傲 那同样在这些运动员的背后有太多默默付出的冰雪人 在不断为之探索 竹梦 坚守 挑战和创造 沈阳体育学院教授曾任单板滑雪国家队总教练的王石安 从事冰雪运动教学研究及训练工作将近50年 参与了我国短道速滑 跳台滑雪 单板滑雪幽形草等冰雪运动项目的引进和推广 与冰雪运动有着分不开 割不断的情缘 那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新中国同龄人 从祝梦到圆梦的冰雪人生 今年73岁的王石安把48年的时间献给了中国冰雪运动 相对于夏季体育项目来说 中国冬季项目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十分困难的过程 从1980年中国运动员第一次踏上冬奥征途 到如今正式举办冬奥会 中国冰雪运动项目从无到有 成绩从少到多 离不开像王石安这样的冰雪项目引进者 场地器材 服装 冰刀都不具备那么 就是没有条件创造台阶上 你比如说当时我们有个故事叫八刀相助 那个运动员摔倒之后啊 一般都臀部招兵 腿就这样抬起来了 对吧 然后冰刀呢 一下就能扎到板墙上 然后运动员不敢动 扎进之后他一拔就怕折了 所以裁判裁判长啊 我们就到那里拽 拔刀相助 帮他拔出来 场地周围护板矮 头盔服装不合格 运动员受伤就是家常便饭 王石安一次次与国际冰雪项目教练交流 结合实际取长补短 带领团队一步步向标准化迈进 自上个世纪80年代的短道速滑 90年代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以及2002年的单版U型场地滑雪 每一个项目的引进都倾注了王石安太多的情感 让中国雪上项目不再孤军奋战 是王石安最初的冰雪梦 在92年的时候 沈阳体验不就上这个项目了吗 当时在我们沈阳体验的游泳池边上 深水区搭了一个脚手架的跳台 风大的时候 因为脚手架是有轻微晃动的 事实证明那个脚手架子在初级阶段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随着项目的发展 脚手架跳台的高度满足不了训练需要 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 王石安和全院教职工拿出积蓄 捐资修建了一个牢固的砖瓦结构的跳台 正是这座跳台 主推着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发展 也满载着中国冰雪人的冬奥梦 金牌只是一个瞬间 是一个外在的表现 可是金牌的背后边却有无数的支持 支撑 这些项目的发展应该已经发展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和我们其实就算已经不一样了 但我相信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北京冬奥会对冰雪项目的良好影响 这些项目都会获得不断的发展 虽然已经从沈阳体育学院退休十多年 但王石安仍然离不开他热爱的雪场 目前 他还在各训练场地担任青少年滑雪项目总教练 帮助青少年动作规范化 因为我们的项目比较难 就是草里下和空中都需要那个技术动作 然后你自己练的话 就是不知道怎么练嘛 无重下手 还是带药个好教练 还是有望是这种 就比较有帮助 我看着这些项目在蓬勃发展 尤其是这些冬奥会之后 是吧 看着他们的成长 我的心里就是 格外的有一些叫做愉悦 特别快乐 觉得项目发展 当初起步阶段做了一点工作 自己好像有一种非常好的成就感似的 作为曾担任多年的国家单板队的总教练 和国际短道速华最高级W级国际裁判长 王石安一直在助力冰雪运动 在群众中的参与和普及 把冰雪运动推进千家万户 是王石安冰雪人生的新起点 也是他不断圆梦的新目标 对冰雪理念的认识 对健身方法的一种新的掌握 而且会增进全民的健康 这是最好的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后奥运时代冰雪将会迎来一个大的发展 所以我认为或者我期待 后奥运时代冰雪在我们国家不断地持续地发展 记者金潇潇承拓报道